潮流玩具市场最近年在台湾很是火爆 那大人跟小孩都爱不释手的公仔盲盒 背后更是隐藏了巨大的商机 而中国大陆的潮玩品牌 在台北西门丁开设的新店 也成为了台湾年轻人 竞相打卡的新地标 如今在台北的年轻人最爱去的西门丁 在最核心的区位 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 一栋非常醒目的大楼 那门口还排起长队 那这就是大陆的潮玩品牌 在这里新开设的旗舰店 耗时一年设计装修 风格融合了西门的红楼砖墙等当地特色 也搭配了电影街加入了百老汇元素 这家大陆的潮玩在西门丁的旗舰店 已经成为了台湾的新地标 各式的特色公仔四层楼 一共是150平的旗舰店 刚刚开业就成为了年轻人 争相来打卡的热门地点 第一天开业 业绩就破了千万新台币 基本上就是很联名的 对然后就是还有Mori系列的 就比较主大的那个系列 台湾的年轻人也是这里的一个 喜欢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们认为可以选在 这个黄金的十字路口的位置 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来自大陆的潮玩品牌 去年九月实体店首度进驻台湾 目前在台湾已经有十家门店 年营收也突破了新台币五亿元 西门丁最近刚刚开了一家实体店 表示这一个在台湾非常受欢迎 甚至在小红书上面 都有跟你讲什么攻略 一个东西大概 一个盒子里面有多重 大概里面会是什么 那有人说 这是年轻人第一个 生活中的小确幸 这个在两岸的经济里面 是非常火的 不过这同样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两岸年轻人之间 其实是没有代沟 也没有隔阂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明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